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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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庆的32岁的男子程某 因被父母再三的逼婚而离家出走 没想到上周五父母竟跑到其公司 要跟他理论 将正与儿子谈工作的客户赶了出来 程先生的事十分的不满 当场与父母吵翻天 还称要断绝关系 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下 一家人士总算平静了下来 老人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有些偏激 程某也答应下周出席详情会 但彼此心里这根刺 可能一时半会儿还是拔不下来的 如此逼婚的估计 谁都会受不了吧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风景微博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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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